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4號 今天在公園 隨便就想有空就錄影 這兩天好像 關於股票的 就一個 北京文化好像比較熱 北京文化為什麼會被那個 跌停這我就不說了 反正就是股東 為了利益對吧 勾心鬥角 天下稀稀稀為利來嘛 對吧 那麼我今天想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我說的不一定對 都是我個人的見解 對你有啟發最好 對你沒啟發 沒關係啊 我去表達我想說的 那個如果看K線 它是在23號 北京文化23、24 開始 就跌了對吧 過了一個週末 27 就 越來越快越來越快 有興趣朋友可以去看啊 就我經驗來看吧 這種橫盤 莫名其妙的破位 不回頭的連續下跌 一般都是這種 裝鼓也好啊 或者說是 裝鼓上表現特別多 像以前的2017年的時候呢 我記得是ST貼碼吧 現在是貼碼 當時叫那貼碼什麼的 也是這樣的 對吧 後來就連續的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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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連續下跌 就從從那個K線上市 你是可以去看出一些蛛絲馬進 啊 包括這種 還是我說的那句話 果有的 對吧 不是果有的 最好少噴 好吧 我今天主要說怎麼去避免 沒有辦法百分百避免的 只有盡可能的 長長心 炒鼓為什麼難 最怕的 最怕的就是這種情況的發生 這種情況 一生啊 只要一次 只要一次 你就 完了 對吧 對你本鏡來說就完了 你如果是把所有的家當 甚至是借款去炒 借款投入的 那就完了 對吧 所以說炒股 首先不要把所有的資金都投入了股市 其次不要把 最好不要把所有資金投入一個股票 對吧 再次不要去 買民營的 最好買國有的 對吧 那還是回到主題上 一個是走勢 你可以看到 第二點呢 他 啊 28號吧 還是29號 28號 29號 他不是跌停嗎 跌停的話 有一些就是沒有跌停又跌停了 第二天他又高開 啊不是不是高開 就是 平開 高走 對吧 平開高走 這個沒問題啊 這都沒問題 這個你如果沒有 還去參與的話 那你 你可以說你 你 無故啊 但是 按理說這種是不會去參與的 老股民都不會去參與這種股票 你還是參與的話可以說無辜 但是呢 你主要看那個 那天紅 紅線收盤 我不記得是28還是29 29吧 應該是29 29那天紅線 收盤 他最後是那個即可競價打上去4%左右吧 是吧 7塊 3到7塊6 6毛多 他用了100萬股嘛 我用我的理解來解析一下他為什麼會打這個100萬股啊 他這100萬股打定期 他就是為了做這個收盤價 把它收盤價盡量做高 為什麼做高呢 以下都是我個人個人的言論啊 不代表任何意見啊 不構成任何買賣建議 他打這100萬股打進去以後 收了7塊6 他想好了明天我繼續跌停擺看牌了 也就是說 有人 或者說有團體 他的貨沒有出完 他如果以7塊3毛多這個 那麼難看的一個價 收的話 也就是說平開 上蔥 回來 就是一個上影線很長的一個十字巾 對吧收盤 這樣一個圖形 你第二天在跌停開的話 沒有人跟的 很少有人跟的 但你當天說的是漲百分之八 甚至當漲停收盤的話 你第二天跌停開盤的話 就有人跟了 對吧 他為什麼不打到漲停呢 肯定 我不看盤我都能想到 當時 7塊6毛 他說的好像7塊6毛9 什麼 7塊6毛9以上到漲停這個 這個量太大了 他覺得不值得把這些 籌碼吃掉 他坐到這裡用100萬股可以了 因為他想好 第二天 跌停開盤 他這100萬股是走得掉的 甚至可以走掉更多的貨 所以他吃了這100萬的貨 不要去一營 什麼有人又進來了 什麼又有好消息的 割的就是你們這些一營的人的 韭菜 第二天4月30號 最後的成交量是880萬股吧 對吧880萬股 他的那100萬股走掉了 對吧 還多走了 我不能說全部是他的 對吧 至少可以多走個三四百萬股 沒問題吧 那麼他這比馬賣 就是合算的 不然他那個收盤 在跌停開 是走不了的 對吧 所有的 他都是有利可圖才會去做的 那麼 問題又來了 他貨有沒有出完呢 我認為啊 這是我個人認為啊 都是一營啊 他的總盤子是 716吧 我好像記得 總股本是716千萬股 呃 他的前四大股東 應該是排名5%以上的 前四大股東的話就是排名 持股5%以上的他是走不了的 因為他走的話他是要公告的 對吧 這四個加在一起 大概有 我沒記錯的話有 有三億股 應該有三億股左右 那麼也就是說 真正可以隨時走隨時進的 是四億股 實際流通就是 實際流通股 是四億股 四億股的話 他走個800萬股是走不完的 我認為他肯定沒有走完 但是他也沒有辦法 誰讓這個事情突發的那麼 慘呢 對吧 現在的 現在的股民的也都進了 新的韭菜也沒那麼多 可以這樣割 就算六塊九毛幾 你再跌停再停停 再跌停也走不了 所以說我判斷沒有走完 沒有走完 但是他要怎麼再回轉呢 他有概念還是可以有的 畢竟他是那個 戰狼啊 我不是藥神啊 對吧那麼多票房還在 還有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很多電視劇 肯定在很多電視台 以他的這個 上市公司 然後又有這種 戰狼啊什麼 我不是藥神啊 這種名聲在外 很多電視台是收他電視劇的 他可以挑劇本的 他一定挑了很好的劇本 這些電視劇在電視台 一定還沒有播出 播出了是要一直回來的 這些也是他 以後可以做一做的 但我不建議買啊 他後面肯定是亂的一塌糊塗 沒有人接手的話 退市 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不建議買啊 但是我是按我的分析 去送給你們聽 還有一點是什麼可以排除的 就是 一點小技巧啊 你看他的年報啊 你看他最新年報 有沒有一個叫什麼 社保110組合 退出了 你看到吧 這個社保啊 大家應該知道 是不能輸的錢 社保退出 我這裡說社保退出 不代表 退出的一定是有問題 有壞事發生的 不是這樣說的啊 不是說社保進來了就一定好 一定會馬上漲 或者說是會漲 也不是這麼說 但是可以作為綜合的一個參考 你看他前兩天這麼走勢 再看他這個年報 再看他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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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綜合判斷啊 再看他這個4月29號的這個走勢 最後一筆打上去 啊 你要綜合起來看 如果是我 我就在4月30號 4月29號那天晚上 我就排跌停 還有一點對 這個技巧 你如果已經懷疑他有問題了 你隔夜你就把跌停先劃好 明白吧 9點15分到9點20分這5分鐘 是可以撤單的 明白什麼意思 你掛了跌停 你看了這個形式 感覺他不會跌停看 你在9點20分之前是可以撤單的 啊 不要說 你來不及跑 是你自己懶 啊 你 你不管什麼事情 你覺得他有壞消息了 你或者看到個公告 或者看到了什麼消息 或者看到了什麼 感覺 他要出問題了 你先跨跌停 9點15分再去看 你覺得 沒問題的 測單 不就好了嗎 這也是一個技巧 對吧 有心人都記下了 特別是新的新的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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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 我不會去籠統的去去去列一個表格 去跟你們說 我就是想到哪說哪 對吧 去把交易規則了解一下 9點20分到9點25分 他是不能撤單的 9點25分這個價格看出來了 就是幾個競價 就是開完價 這些規則都去了解一下 還要說什麼呢 你看那些基金吧 我看那些基金啊 今天好像4月30號的成交量是4600多萬500 大多數我應該是覺得是有消息的基金所要 但是早上這一筆打上去吧 早上這一筆打上去其實還是 4月30號這一路上去吧 還是要吸貨遠遠大於出貨的 所以他最後14.57這一筆為什麼要打上去 100萬股 他出貨一定沒有出完 一定沒有出乾淨 不是說剩了1000萬股那麼簡單 剩了1000萬股他後面幾天連續的 以他的通道優勢連續跌停 是走得掉的 他起碼有幾千萬股沒走 走不掉 你如果想賭博啊 你可以去這麼去看 開盤了 打開以後是不是去賭 這是你自己的認為自己的判斷啊 想好 因為想好退市 你想好的就點錢進去 不要出來了 無所謂的 退市也無所謂的 那你可以去做 我只是發表我可能的觀點 不代表任何的操作一切 好吧 分險自負吧 那就現在說到這裡 拜拜 又忘了那廣告了 加播一段啊 就是說 你們現在如果是在炒股的 費率 比較高 那可以操我 因為我和那個四大券商 裡面的一個 大券商合作的 費率可以降到 萬分之1.3 不免5啊 現在都統一的不免5 政見會規定的 如果以後能夠免5的話 那 看情況 但不保證 能夠 以後免5就能還 但現在 不免5 萬分之1.3 我 據我了解是市場上 你能夠自己去找 最低的了 如果你現在的 費率是萬分之1.3以上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在我這裡開戶 大概已經有 兩三百人吧 成功了 然後他們現在操作下來 都OK的 這個完全就是 一樣的操作 呃 完全就是可以 省下來的錢 每年可以省個幾千塊 應該也 沒問題吧 然後 特別是打板的拳手啊 我試過 四大拳手是最好的 中庆 呃 海通 華泰 銀河 這四個是最好的 你看龍骨堡上經常出現也是這四個 小券商他 有延遲 啊 這個我 一直試過 小的券商 打一下 這對打板非常不利的 好吧 如果你覺得你的費率高了 你想 換到萬分之1.3 不免5的 你私信我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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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